武汉最贪心丁字户 拒绝1500万 张口就要翻倍 如今怎么样了 没有3000万 谁也别想拆掉我的房子 即使开发商给出了1500万的赔偿 李女士还是死死的守护着自己的房子 面对所有人的不理解 万分委屈的李女士最后一直诉状 将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一起告上了法庭 为何其他人都搬走了 只有李女士一人在孤军奋战 真的是他太贪心了吗 法运最后又是怎么判的 我们一同走进本期故事 在十多年前 拆迁帮助多少人实现了拆二代 富二代的梦想 多少人都盼星星盼月亮 盼着自己的房子被拆迁 终于到了2013年 拆迁的春风吹到了武汉江汉区 李女士的小区 原来是武汉规划的六号线地铁 刚好经过这里 眼看李女士的邻居们都早早签字搬了出去 毕竟开发商不仅给你盖新房子 还给你经济补偿 这样的好事放谁身上都会心动 可是唯独李女士却犯了难 不仅周边的邻居都表示不解 还有一些媒体都说李女士太贪心 甚至一度把李女士称为武汉最贪心的钉字户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原来李女士的房子不一般 早在2001年时 眼光独到的李女士就斥资一百多万 在江汉区最繁华的街道 也就是武汉当时最繁华的商圈中心 买下了这间280平米的临街商铺 李女士的行为在当时的邻居 还有家人看来都是疯狂而不解 但是她知道一铺养三代的时代 即将到来 果不其然 刚接手过来这间商铺 租房的商户就络绎不绝 最后李女士还是决定 和实力更加雄厚的建行选择合作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短短几年时间 建行每年支付给李女士的房租 都涨到了60多万 所以本钱早已收回 这时候所有邻居还有家人 又都开始纷纷夸赞 李女士真有眼光 而她内心也兴奋不已 现在就算和丈夫天天不上班 每年都有六七十万的收入 而且房租肯定还会不断上涨 过不了多久 年入百万 不是梦 李女士甚至给自己的未来 都规划的明明白白 再存点积蓄 自己和老公天天自驾环游中国 即使给孩子送到国外留学 也是绰绰有余 但是2013年的一纸通告 给李女士泼了一盆冷水 她的商铺将要征收拆迁 这对于李女士来说 却如同灾难一般 因为只要商铺在 每年的房租都净收近百万 但是商铺没了 就算赔房子赔钱 也不如房租长期的收益高 所以让李女士在意的 并不是那一点赔偿款 而是自己往后几十年的房租收入 彻底没有了 即使拿一大笔钱 现在重新再买一个商铺 但好地段的价格 根本承担不起 后来开发商也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给李女士再重新赔偿一个商铺 可实地考察以后发现 那个商铺周边冷清 根本没法同自己现在的商铺相提并论 这让李女士无法接受 然而地铁的建设多耽误一天 开发商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开发商这边看着对方不签字 也是干着急 这个时候 李女士知道地铁的建设 是关乎民生的大工程 拆迁是大势所趋 即使自己再心痛 最终还是要拆的 所以调查了周边商铺的价格 平均下来都是10万左右一平米 而自己的商铺是280平米 位置还更好 紧地皮的价格就值2800万元 所以李女士觉得 自己向开发商开出3000万的索赔价格 一点都不高 毕竟自己还有一些房租损失 就在李女士觉得 自己已经足够让步的爆出索赔价格后 这边开发商却不乐意了 开发商这边通过自己的估值 决定最多赔偿1500万元 多一分都不行 比自己3000万的预期还少了一半 这让李女士如何接受 索性坚决不同意拆迁 每天都守在自己的商铺里 哪怕周边所有的房子都拆完了 就这样 地铁的开发建设陷入了僵局 开发商面对如此坚决的李女士 也不愿意再多赔一分钱 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否则这次给李女士涨钱了 以后武汉市的拆迁 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效仿 到时候都成了钉字户 这拆迁工作还怎么做 城市还怎么发展 所以提高赔偿的头坚决不能开 况且开发商也有着自己的评估准则和考量 在他们看来 李女士的商铺就算再火爆 它也只有40年的产权 而且已经使用了15年 那么满打满算还剩25年的产权 况且不管未来的房租如何涨价 开发商只能根据现在60万的房租来进行赔偿 所以25年下来 1500万的赔偿合情合理 但是李女士明白自己当初投资这个商铺 就是看中了她的潜力 仅仅几年时间房租收入都已经涨了五六倍 那往后还了得 眼看所有人都做不通李女士的工作 开发商也来了脾气 他们打算绕过这个商铺 让这栋房子彻底成为钉字户 但是经过工程队的全面考察 发现商铺处在地铁系统的核心地带 无法绕开 地铁项目的建设又陷入了僵持 现在开发商的损失初步预算已经超过五亿元 看着工期不能再拖下去了 无奈之下 开发商对李女士下达了房屋征收通知 这意味着商铺将要被强拆 这下李女士可坐不住了 她决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天下难道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了吗 于是一纸诉状 直接将江汉区政府告上了上级法院 但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一告 不仅没要来3000万 还让自己的商铺彻底成为了历史 原来在法庭上 虽然李女士拿出了各种证据 证明自己的3000万元赔偿款 并不是漫天要价 而是有理有据 但是江汉区政府却向法院申请 先执行李女士的房屋拆迁决定 意思就是先把商铺给拆了 然后再坐下来 好好商量双方赔偿的事 江汉区政府为了让上级法院放心 还直接拿出了两个亿 作为押金担保 请求法院先执行强制决定 于是万万没想到 李女士这一告 法院反而最后决定先强拆 毕竟地铁耽搁一天 城市的发展就要落后一天 周边居民的生活就要遭罪一天 而且相信除了李女士 所有人都在盼着开发商 快点把地铁修好 终于在2015年3月17日这一天 李女士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商铺被拆除 她欲哭无泪 但是她也知道 地铁6号线建成后 将给所有武汉民众 带来极大的便利 当然也包括她自己 可1500万的赔偿 她还是不能接受 于是她再次动用起了法律武器 这一次法院站在了李女士这边 认为江汉政府当初为李女士的 房屋征收通知并不合理 判定该拆迁通知无效 也就是说 法院认为1500万的赔偿款 对于李女士来说 确实不公平 这是李女士三年的坚持下来 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但是事情哪有那么容易 这下江汉政府 又不认可法院的判罚了 他们认为自己的1500万元的赔偿 有理有据 是经过对周边市场环境详细调查后 得出的合理价格 而且周边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为什么单单李女士却不能接受 于是江汉政府紧接着又提出了上诉 至此李女士的赔偿又遥遥无期 但好消息是 地铁6号线加工加点 赶在2016年全部完工 并且正式通车 可即便如此 开发商已经额外承受了 5个多亿的损失 如果李女士和当地的政府开发商 当初都能好好商量 或者双方都各退一步 那么地铁是不是就能早一天开通 那么开发商的损失 是不是就会更小 毕竟在李女士看来 开发商是在糊弄自己 在开发商看来 李女士是狮子大开口 双方谁也不服谁 这样的情况下 也确实没有办法 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判 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 能够早日完善 不仅能让拆迁工作顺利开展 还能够让民众 得到自己满意的赔偿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认为开发商与李女士 熟对熟错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